来自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读的每日灵修是在12月11日,星期日 主题是他赞美的歌《唱者们》 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 诗篇105篇二节 你在圣经中发现的所有伟大的男神人或女神人 都是赞美主的歌唱者 难怪他们的方方面面都过着一个非凡胜利的生命 现在是我们学习赞美和向至高无上的主歌唱的时候了 我们要唱属灵的歌曲 因为我们是他的赞美之歌唱者 例如,在渡过红海之后 埃及军阀在红海中被灭尽 摩西涌现出了赞美的歌曲 摩西和以色列儿女向主唱歌说 我要向主歌唱 因他大大战胜 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 主是我的力量 我的诗歌 也成了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神 我要给他预备住所 是我父亲的神 我要遵从他 主是战士 主是他的名 出埃及记 15章 1-3节 当以色列人与亚兵王 作战并消灭他时 迪波拉和巴拉向主唱出了这些美丽的话语 那天 迪波拉和亚比 诺言的儿子 巴拉 作歌 说 因为以色列报仇 百姓也愿意奉献自己 你们应当赞美主 君王要听 王子要侧耳而听 我要向主唱歌 我要唱歌赞美主 以色列的神 诗诗记 五章 1-3节 米利安斯裔 的承认 以色列奇迹般的从 被指控的埃及人手中得救 又是怎样的呢 你们要向主歌唱 因他以荣耀得胜了 将马和骑马的 投在海中 出埃及记 15章 21节 在新月中 我们读到 关于耶稣 预言性的话语 说 在教会中 我要歌颂你 西伯来书 2章 10-12节 你看到了吗 关于耶稣 预言性话语的宣告 他会在教会中 在他的弟兄中 向主歌颂 哈利路亚 他这样做了 在他被出卖的前一天晚上 他带领门徒们 领完圣餐后 圣经说 我们唱着赞美诗 直接去了甘蓝山 马太福音 26章 30节 哈利路亚 然后在路加福音 10章 21节 他做了一件 美好的事 他唱了一首诗 诗篇是属灵的歌 哈利路亚 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你的赞美 一直在我口中 在我唇边 我赞美你的名 敬拜你的威严 因为你是医治者 是一切美好事物的供应者 你比一切都伟大 感谢你 赐给我恩典 使我能永远胜过环境 在耶稣的名里 阿们 大家也可以参考经文 在诗篇 一百五十篇 一至六节 诗篇 第九篇 十一节 诗篇 第十三篇 六节 哈利路亚 主内平安 这本美人灵修 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七千多种语言 一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 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 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 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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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继续